大公鸡窝窝提 小公鸡和四个姐姐睡醒了 鸡妈妈进房间来 数了数 一二三四五 一个也没少 鸡妈妈叫孩子们起来吃早餐 她让小鸡们吃白米 白米又香又好吃 小鸡们吃得很开心 吃过早餐 小公鸡和四个姐姐玩捉迷藏 鸡大姐数五十十五二十二十五三十 小鸡们赶快去躲藏 鸡大姐算到一百 就去找弟弟和妹妹 她在大树后面找到了二妹 她在石头旁边找到了三妹 她在青草里找到了四妹 可是她找不到弟弟 小公鸡去了哪里 小公鸡走啊走 走到小河边 她看见母鸭盖着一群小鸭走过来 母鸭在河边教孩子们做草 一二三四五 二二三四五 三二三四 小公鸡觉得很有趣 跟着小鸭们一起做草草 它们弯弯腰 踢踢脚 拍拍翅膀跳一跳 母鸭说 孩子们做得好 母鸭眼花分布出小公 小鸡和小鸭 它把小公鸡当做自己的孩子 它叫孩子们 拍好队 一个一个跳下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不对不对 这么多了一个 原来母鸭只有几个孩子 母鸭没想到第一七八个 就是小公鸡 小公鸭们排队跳下水 然后在水里游啊游 小公鸡看了看 觉得游水也不难 它排在小鸭的后面 跳在小鸭跟着小鸭跟着小鸭跳下水 天啊 小公鸡不会游水 张开刺床乱打乱拍 小公鸡不能呼吸 喝了几口水后 大喊 救命啊 救命啊 小公鸡的呼喊声 非常响亮 母鸭听了 才认出小公鸡 小 它跳进水 救小公鸡 小鸭们听见小公鸡的呼喊 也赶快跳进水 救它 小公鸡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们 听到了 呼喊声 都赶到河湖边去 他们站在岸旁 看见大个鸭子 抬着一个小鸡 小公鸡 大个鸭子 把小公鸡抬到岸上 救了小公鸡的命 小公鸡的羽毛 是冷的一只发抖 母鸡脱下途径 磨干小公鸡的羽毛 小公鸡一家人 谢谢鸭子们还说鸭子会有本事 鸭子们说小公鸡也有本事 小公鸡的提升 响亮 以后一定会再天亮的 把大家叫醒 谢谢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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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